序上其实面对当今的中国和世界经济形势 从高官到百姓大家都在问怎么办 大家都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 必须根据经济数据和经济形势的变化 来分析和预判 谁的预判要是能蒙对60% 那就是赢家 个人也是一样 谁要是30年前就预先知道中国经济会发展成这样 那谁今天必定是亿万富翁 谁要是10年前能预判北京房价能涨成这样 那他只要做一件事 那也就是借钱买房 今天也就赚的盆满钵满了 但要预判准确 谈何容易 需要有丰富的相关知识和经济理论根底 所以我一直在与网友探讨相关经济原理 就是要增进我们的知识水平 力求有个较为准确的预判 必定对我们的理财大有帮助 所以我今天在花点时间与网友探讨和学习高房价 高债务为什么不可持续的经济道理 或者说高房价 高债务为什么会压迫实体经济的经济原理 我们先看看高债务 高债务必定会产生高利息量 利息总量越多 不劳而获的人就越多 而每天辛苦干货的回报就越少 实体经济利润率就越低 举例 假设上海的卖葱油饼阿大 今天他卖出了100元葱油饼 来买葱油饼的都是劳动者 他们是制邪的 制衣的造电器的工人 那么葱油饼阿大收到他们这100元钱后 就能买到他们生产的商品 鞋子 衣服等 再假设 第二天 葱油饼阿大也卖出了100元葱油饼 但都是卖给了吃利息的 吃房租的 炒房炒股等等不劳而获的人 葱油饼阿大收到他们的100元就没有用 在市场上买不到商品 因为这些不劳而获者没有向市场上提供任何自己的劳动产品 理论上这一天葱油饼阿大就为这些不劳而获者白干了 得不到任何回报 按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商品交换理论 商品交换实际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 货币只是其中的交易媒介 例如一个制邪者制作了一双鞋 拿到市场上卖了10元钱 再拿着10元钱到面包师哪里买了面包 因此制邪者与面包师实际是劳动与劳动的交换 货币只是起个媒介作用 所以社会上不劳而获者越多 劳动者的回报率就越低 例如2016年中央财政光利息支出就接近5000亿 相当于养活1000万个年收入5万的不劳而获者 这1000万不劳而获者需要无数劳动者向他们提供商品 而得不到任何回报 当然面对高负债 高利息额额还有个办法 这也就是降息 例如日本就将利率降到了零 甚至付利率 这样高利息就没有了 却产生了另一个同样头疼的问题 资本是逐利的 没有了利息 资本就不活跃了 资本流动就停滞了 经济发展也就徘徊不前了 日本就是这样 在低利率影响下 大量日元堆积在日本各大商业银行里借不出去 于是这些商业银行又把多余的 借不出去的钱存入日本央行 期望从央行哪里获得点利息 不料日本央行来了个负利率 目的就是要压迫日本的商业银行把钱借出去 网友们看到这里一定觉得很搞笑吧 或者说不可思议吧 这么低利息的钱怎么借不出去 不可理解 不可思议 接下来 在谈高房价是如何压迫实体经济的经济原理之前 再详细解释一下有些网友的疑惑 为什么房价不跌 通货紧缩就会扑向生活必需品品 造成CPR增速减缓 我们还是以货币总量与商品价格关系的公式来解释 直观 通俗一懂 货币总量M2等于商品总量 乘以商品价格 平均价格 我们假设中国现有货币总量 购买力最强 工需矛盾较大的涨得快 由于房子这个商品可以用贷款20年期 30年期购买 这就大幅增强了住房这个商品的购买力 导致新增货币推动房价大幅上涨 其他商品涨幅就会小得多 这就是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上涨的一般规律 反过来当货币总量下降时 涨得最快的商品价格就会先行下跌 因为涨得太快的商品已经远远脱离价值 房子涨得越快 人们的相对购房能力就越下降的快 房屋需求就会下降 当然结果就是房价先大幅下降 其他商品下降幅度就会小多了 甚至还有所上涨 这就是通货紧缩17商品价格下跌的一般规律 现在中国的货币总量增速M2正在下降 原本应该导致房价开始下跌 但现在房价已经被管理层用限购 限手的行政手段锁住了 该跌的跌不了 通货紧缩就绕过房价 直接扑向生活必需品CPI了 行政手段不可能改变经济规律 只能扭曲经济规律 就像用个石头压住豆苗生长 豆苗就会绕过石头从旁边生长出来一样 现在谈谈高房价是如何压迫实体经济的经济原理 我们还是用公式来说明 简单 通俗易懂 我们再列出一个货币总量与商品价值之间关系的公式 这个公式就是货币总量等于商品总量 乘以商品价值商品中所含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 学过劳动价值论的都知道 商品价值等于商品中所含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标示 例如某小国有货币总量2400万元 有劳动人口1000人 每人每年工作300天 每天工作8小时 一年总计生产商品240万件 平均每件耗费劳动时间 1000人乘以300天乘以8小时 除以240万件商品等于平均每件商品耗费劳动时间一小时 列出公式如下 货币总量2400万元等于240万件商品 乘以10元一小时劳动时间 通过这个公式我们得知如下规律 1 该小国每件商品平均价格10元 这10元就是每件商品一小时劳动价值的标示 2 货币总量不变 商品总量不变 一部分商品价格上涨必定会导致另一部分商品价格下跌 也就意味着一部分商品以高余期价值出售 另一部分商品必定会低余期价值出售 3 即使在货币总量变化时 只要一部分商品售价高余期价值 必定导致另一部分商品价格低余期价值 放到实际市场环境中 就意味着从事价格上涨行业的劳动者和经营者就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而另一部分行业的劳动者和经营者就得不到足够的回报 这实际是劳动价值的转移 劳动价值通过价格的变化从低价格商品向高价格商品转移 例如房子的实际建造成本每平米才3000元左右 但售价却可以达到3万元 甚至更高远远超过房子本身的价值 这就意味着对应高房价这个商品 必定会有其他商品价格远低于于其实际价值 由此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的一个惊天秘密 所谓土地增值房产增值其实都是忽悠 都是价值转移 都是其他行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向房地产行业转移的结果 其实不用从理论高度分析 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明显感受到了 努力打工劳动10年辛苦办厂 开店10年还不如10年前在北京买套房赚的多 所以当房价高起 房地产行业不断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 其他行业利润率就会相对低 房地产的兴旺规模扩大 必定会压迫其他行业的发展 这种压迫在货币不断超发时期并不明显 因为其他行业物价的不断上涨 会掩盖和减轻这种压迫 一旦货币宽松时期转成货币紧缩时期 高房价压迫实体经济的现象就越来越显现 客观经济规律也会要求房价必须下跌 回归其应有价值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宽松环境 当我们明白以上经济道理后 再来看中国的经济形势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了 例如有种说法叫要让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这就表示房价不能大起大落 这就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如果这种政策是十多年前提出来 那么就是正确的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 现在房价这么高了却希望房价稳定 导致房价远离其价值 继续保持对实体经济的压迫就不合适了 现在一些经济学者判断中国经济将触底 然后保持平稳发展 但是按经济原理 在中国债务房价处于如此高位时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信心满满硬要这样干 那也没有办法 我们就静观其变 接下来我们谈谈通货紧缩的另一面 通货膨胀 因为还有不少网友认为 中国以后几年还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未完待续